好, here comes Tony 对,Tony捷布非常熟悉 因为他上周穿越江南山的时候穿的也是他的服装 Tony is the manufacturer of the Apache wingsuit which happens to be the actual wingsuit,but I love to fly 叫Apachi 这个服装就是 衣装就是我们的这个捷布在穿着的 他同时也是从事了将近有二十多年的这个 衣装的设计和服装制造 他将会在今天的第一个体制 结果说他看上去非常的专注 跟他平时很不一样 他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和他这个新手的服装也是很有关系 对 准备好了 他有累计一万一千次的跳伞经历 他也是空中的一个不死老的勇气传奇 我们希望今天他能够取得好成绩 我们今天决赛的第一跳来自英国的Tony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最新的计时器 我们会在他第一道转弯的时候 有一个中段的时间 五秒五个 现在他已经开始进入转弯 好 已经转弯了吧 13秒42 现在 高速 可以成功了 现在是最后冲刺了 耐心的这个动机 也能够成功的 对了 下马羊角 现在准备看 已经穿过了 好 他的成绩啊 待会就会出来 我们这个成绩要重新的核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有显示到的这个最新的这个设备呢 是通过这个红外线进行测试的 所以会让大家对我们选手的起跳之后的第一道转弯 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因为他的整个成绩是转弯之后的冲刺还包括啊 整个成绩才是他的最终成绩 当然也许有的人在第一道弯之前做的会比较快 所以这样一个最新的这个计秒系统对于他们的技术的探讨和提升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 他这个红外线在他起跳的瞬间啊就被切断 那么这个计时器的反映在这个终点线的这个裁判面前的这个荧光显示屏上有显示 那么现在他的成绩已经出来了 24秒60来自英国的托尼今年60岁 去年排名第七 这一轮的成绩应该还算不错 所以托尼对于他来说 应该是比较好的成绩 昨天也是做得非常不错 有可能今天的拐弯稍微有一点大 嗯他自己感觉很好 我们来看一下回望 起跳稍微有一点探头过低 但是还算不错 但是他积累的速度 好我们从这个仰拍角度来看一下他的转弯怎么样 转弯非常好 只是有一点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 非常漂亮啊 这个姿势 它这个角度是飞行的最佳角度 好我们台湾对外一个仰拍角度 再来欣赏一下他的起跳 接近80度的直接向下辅充的这个角度 对 刚才这光 现在顺光看非常的漂亮 在这个积累速度和势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用了转转的两个 转转身很美啊 就进入了左转弯 对 这个转弯对于选手的这个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 是的 他必须保持最科学最有力的转弯角度 那还能才能缩短转弯的时间 好我们再来看啊 这是他身上所携带的随身机认所拍摄到的 他身后的烟 每一个选手的身上都专门配备了这样的 这个最后的转弯 很棒 有一点点烟 看得清吗 是的 你把这转弯的转弯 你能看到他在那摇摇 我们节目说从这个烟也可以看得出来他的角度 还可以更小 如果再小一些的话 他尽力表现成绩会更棒 好转弯 好转弯 非常地排名 排名第八的托尼将会有第一个起跳 大家在作相鼓励 我们看到选手手指有这个红色的支架油啊 这是向维多表示艾斯的一个方式 好托尼在今天上午的成绩是24秒60 料理 年月华角的托尼 现在走向了起跳台 временно 好我们的 睪门看行器 很快 这个则招一�� 是很兴奋 再深深的出一口气 第二条非常关键 因为都希望第二条的成绩能够更好 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左侧的工作人员 蹲下的是在为他要打开这个烟筒 对 在起跳的一瞬间 好 凌云选手通移现在跳下去了 现在从零速度看 现在很快要加速到190公里的有力比赛速度 他起跳非常棒 我们看到他是起跳了一分之后才起跳 我们现在快听就合走了 快速的空气和他的身上的麦克风 产生了强大的削叫声 显得十分震撼 好 现在是冲线 冲线的加速度绝对特别提到 这个角度非常重要 是的 他在1.2.73的滑翔比当中 现在加大了仰角 加大仰角是为了在空中迅速刹车 减低空中的速度对身体的冲击 第二条非常的顺利 我们知道在转弯非常的重要 而转弯之后这个冲线呢 角度如果是过小的话 就会造成速度过慢 如果角度太深了 同样的路线会加长 也会造成速度 角度一大速度就过快 对 然后你用时会更长 对 那样在开散的过程当中 对预装选手的身体冲击是很大的 对 谢谢 还有多少钱 多少钱 对 多少钱 对 因为他转弯的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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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太慢 他比较快 他比较快 但他只有一点快 这次看上去比上一次快一些 但是因为转角还是很慢 好 用时24秒52 他的这个弯仍然是转得有点大 但是不错比第一次的成绩要好 下降了0.08秒 是的 好 小心 下降了一点 对 这个下降 没有站得很稳 希望他的脚踝没有受伤 OK 拔连 英国选手托女从1972年 就代表英国参加世界跳伞比赛大会 好 我们从这个阳台的角度来看一下 起跳很好 但是一开始的线路没有抓到 有点偏 但是后来这个线路就非常不错 转弯半径一过大的话 它的航程就增加 这样就影响它 它的转弯好像刚才从那个角度 没有看出它在转弯一样的 它在转弯的时候 如果加大了转弯角度呢 速度就会加快 那么转弯的时候 一般对选手的飞行速度 都要有所冲击的 比如造成侧滑 比如造成刹车 这样就减速 减速就会影响它的成绩 那就看它进入转弯的时机 掌握转弯的角度 对它的成绩提高 都是有利的 是 我们打个比方 百米大赛有八个跑道 其实我们今天的八位顶尖 一桩飞行的高手 就好比是百米大赛的 八个挑战高人 当然我们说百米大赛是飞人大赛 其实今天在张家界这里 我们举行的才是真正的飞人大赛 是 他也时也得到转弯的时机 我可以花三分之隔 你看到有多长时间 然后他会坏成的时间 那其实可能一起是 有观察到他的摩点之前的时间 是比上一次有慢的 比第一轮的票是有慢的 所以这个造成了 他的速度还是没有上来 我们来看一下随身机位 午后我们看到 云也越来越厚了 跟刚才的天气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天门山峡谷产生了云呢 就说明地温还是比较大 上升水平气比较多 上下的空气一对切啊 这个云就增加了 那么对他的能见度就等 有一定的影响 有一定的影响 The turn was wide and the cover line was wide and unfortunately that time he's already out 是的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